Hello,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老堆的频道 老堆今天又不贫习目了 为大家带来一期路由器的开箱分享视频 大家可能不知道,老堆在大学期间有一个外号叫做管歌 之所以叫管歌是因为刚入学的时候 寝室的网络经常不通 老堆就像网管一样在各个寝室帮助大家调试网络 所以也就得名网管了 从这点也能看出来 老堆对于电子设备,特别是网络设备有着文后的兴趣 所以今天很高兴有机会为大家开箱这款来自GLiNet推出的SFT1200便携路由器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老堆折腾网络设备的心得和体会 话不多说,让我们赶紧开箱看看吧 耶 这款路由器的包装很简约 没有任何中文标识 包装盒内共有英文的说明三张 路由器本体 一个旅行电脑设备器和一根网线 这款SFT1200便携路由器有三个千兆网口和一个USB接口 为侧面的天线采用了折叠设计 便于收纳和鞋带 路由器的尺寸非常小巧 可以看到仅比iPhone SE略大一些 旅行电源适配器和线材的做工感觉很扎实 规格为5V 3A 采用了USB Type-C接口 同时支持使用充电宝对路由器供电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路由器处理器一般都是联发科 高通或者国通的产品 而这款SFT1200使用了一款来自国内厂商西昌科技的双核MIPS架构的CPU 性能算不上强大 内存和闪存都是128兆 不大不小 无线方面为双频WiFi5的规格 USB接口还是2.0的 从硬件规格上来说这款路由器确实没什么亮点 总体落后于市场的主流水平 下面带大家简单过一下这台路由器的基本性能 通过网线连接时 这台路由器的Speed Test测速可以跑满500M宽带 下行在600M左右 上行在200M左右 在理想的测试条件下 通过5G无线信号连接时 这台路由器的Speed Test测速 下行速度在300M到500M之间 上行在200M左右 在2.4G无线信号下 这台路由器的Speed Test测速 上下行速度在90M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 不同的固件、位置、测试终端 对于测试结果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游戏性能方面 老刘觉得这台路由器手机游戏表现还算合格 延迟比较稳定 但是在无线中进模式下 会出现一定的丢包现象 连接速度也存在瓶颈 对于测试的队数 接速度也存在 绝望的高我 巨带正宣 月圆机会 敌方地杠的 从硬件规格和网络性能来看 这台路由器好像比较一般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和体验 老顿反而觉得这台路由器非常值得推荐 这是为什么呢 在老顿看来这台路由器一共有两大卖点 第一就是这是一台便携路由器 你可以把它带出门使用 至于为什么出门需要带一个路由器 可能很多人想不明白 其实很多时候出门在外 有一台便携路由器会带来很多的便利 这里举一个例子 这台路由器支持手机USB热点的共享 当你出差现场办公室 没有办法使用对方的网络 必须使用手机热点 你就可以将手机通过USB连接 便携路由器 其他的设备就可以连接路由器的WiFi信号 通过手机的4G 5G信号上网了 这样同时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网络的稳定性也会比手机提供的 无线热点更好 不过这款SFT1200使用了USB2.0接口 网络连接速度会存在瓶颈 除此之外 在外出门的时候使用便携路由器的 好处还有很多 不过这个卖点并不是老堆推荐这款产品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老堆推荐这款路由器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原生运行OpenWRT系统 OpenWRT系统是目前软路由器上最常用的系统 通过集成各种插件可以实现很丰富的功能 比如文件服务器 媒体服务器 屏蔽广告 离线下载 主机游戏加速 内网穿透 远程访问 网络打印机等等 但是OpenWRT的学习成本也比较高 上手并不太容易 这款SFT1200的OpenWRT系统原代码开放 定制第三方固件和编译插件相对容易 使用门槛很低 内置Uboot引导程序 刷机不用担心翻车 价格也不贵 所以非常适合新手体验和学习OpenWRT系统 SFT1200自带的OpenWRT系统界面经过了二次开发 非常美观也很易用 可以实现的功能很多 包括文件共享 媒体共享 屏蔽广告等等 通过软件包安装OpenWRT默认的Lucy界面 就可以安装配置更多的插件和功能 使用SFT1200日常浏览网页的体验是比较流畅的 响应很快 并且可以通过自定义DNS 解决Rebrickle图片无法正常加载的问题 视频播放的连接速度大概在13000到18000之间 此时CPU的占用在40到50 这个速度可以满足1440P60帧视频播放的需要 但是播放4K视频会出现卡顿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发现 可以运行在SFT1200上非常好用的OpenWRT插件 阿里云盘WebDev 通过这个插件可以在路由器上建立一个WebDev服务器 借助这个WebDev服务可以直接远程播放阿里云盘内的视频而无需下载 因为阿里云盘不限速 空间也非常大 影音资源很丰富 目前来说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好用的 受限于硬件性能 这个插件在SFT1200上的运行效率相比X86平台有所降低 连接速度有一定的瓶颈 缓冲的时间略长 马力超过1万kbps的视频播放可能会出现卡顿 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具有相当不错的实用性的 哈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老堆的频道 在新年的第一支视频里 老堆和老助理将与大家带来雨兴 一七零一二三项自卸车的品装视频 这台黄色的戴卡车是老堆超喜欢的开文木老师的授权作品哦 开文木老师的作品以强妙的结构和精美的图纸著称 深受广大玩家的喜爱 老堆之前拼装过的雨型13109堆高机 幸宇XQ1212怪兽卡车和Shar ATV 都是它的作品 全部都超级好玩哦 哇 太棒了 话不多说 赶紧开箱拼装吧 开箱了 登登 以上就是老堆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有关SFT1200的开箱体验使用感受 总体而言这台路由器虽然性能不够强大 但是系统具有相当不错的应用性和可玩性 外出作为便携路由器使用是很够用的 老堆下次出门也会考虑戴上它 在家使用的话 建议用作二级路由或者旁路由 新手朋友通过这台路由器 开启折腾X86软路由的大门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后续老堆会整理使用笔记供观众朋友们参考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也欢迎订阅老堆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也欢迎在评论区中与老堆进行互动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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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